我不敢斷定胡錦濤是舉手還是不舉手 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擺在他面前的這個文件夾 又不讓他打開來看 這個是很不正常的 那麼這個文件夾裡面究竟是什麼東西 後來大家可以在網上可以搜到有一個照片 特寫的鏡頭就是把那個衛視 把胡錦濤架起來 把他給拽出會場的那個衛視手上拿的那個紅的文件夾 就是栗戰書遞給這個衛視的文件夾 而那種透出來的那個白紙 然後那個照片拍得很大 就是放大的鏡頭 明顯的可以看到是有姓名 但是這些姓名究竟是什麼姓名不知道 所以如果說讓我來估計的話 我估計那裡邊就可能就是中央委員會 或者中央政治局的選舉的這些個名單 有可能就是 那麼為什麼不讓胡錦濤看選舉的名單 而又把它作為一個文件放在他的面前 這裡邊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胡錦濤作為一個獨立的選舉人來講 他是有權表達他的任何意志的 無論他是舉手還是不舉手 這都是他的權利所在 任何人不得去那個干預和限制他行使他的權利 我覺得其實不存在胡錦濤作為一個老人來干預他的政治 就是老人干預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帽子扣不上胡錦濤頭上 因為前面已經講了胡錦濤其實是一個全退了的人 他是不再參與黨內的這個 整個就以他個人意志去干預下一任的這個中央集體的這個決定 而事實上呢當習近平上談了以後 他是不存在中央的集體決定的 基本上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如果可能在會上做出某些決定 會後習近平就有可能推翻 這就是我們在二十大之前看到的 反反覆覆的各種混亂的政治信號出來 所以我是感覺從2018年的這個修憲的過程來看 當時因為我整理這個2018年修憲的前前後後的資料 然後我的感覺就是說 習近平其實是2018年修憲的時候 就已經就是說不承認任何規則 按照他自己想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把所有黨內的規則和底線都打破了 那麼2018年那個狀況下呢 他是獲得了成功 所以我們覺得一次做成功了 他第二次可能自己還想再做一次 那麼因此我不認為這是一個老人干政的問題 而我認為很可能就是會上有一個 和大家共同討論大家集體議定的名單 但是後面又被他們做了手腳 又改變了名單 這個時候他們想把那個後面改變的東西 強迫大家接受下來 那麼這個東西我不知道那個就是李克強 他們其他人是不是已經察覺了這名單有所改動 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胡錦濤是比較惡然的 否則他就不會一二三三二三的去要求看名單去 那麼因此我覺得就是如果說這名單沒有問題的話 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的大大方方的給他看 對你有其他人公會 bothering one two three 都不想怎麼樣 啊沒問題ある 什麼呢 就是他 demruf 有什麼是無什麼 沒有什麼必要會三番五次的壓著那個文件 不讓別人看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常理說不過去的 所以我們在大陸的時候經常有一句話議論叫 反常必有妖 那麼因此我們就覺得這個 你這麼反常的舉動 你能夠把它扣成為胡錦濤老人干政嗎 我覺得恰恰不是 而是他們在那個侵犯了胡錦濤 作為一個黨員的一個正常權利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後面是有妖膩的 有貓膩在裡面 這就是我的看法 因為是這樣的您看 就是最前面的那個就是 鏡頭出去的時候我們只看到了 胡錦濤就是被他們架起來 胡錦濤不肯起來 那是一個近距離拉近我們才能看清楚的鏡頭 然後當時我們只看到了栗戰書在擦汗 是吧 大家還認為栗戰書起聲想送一下他的老領導 結果被王胡錦濤拉下了 然後隔了大概第二天吧 才會有後來的西班牙語的那個記者的那個鏡頭 那個攝影的那個又重新流出來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他這個下來的 我的理解是這一個 這是中國的 但是我就是這個 這麼大的 然後我自己跟這個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 太厚了 但是他也很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當時可能疏忽了這個環境 並沒有強行要求所有的記者都銷毀他們前面 就是已經拍攝的東西 他們沒有想過這個被流出去 因為當時是記者進場 進場的時候個人都在準備他們自己的 就是要拍攝下一階段的東西 所以整個場面上你可以聽到 他那個攝像機的聲音是咔咔咔不停的響 那說明就是整個的工作人員 知道他們在做下一面的拍攝的準備 並沒有意識到其實有一個天大的秘密 或者天大的醜聞恰恰通過這些鏡頭流出去了 這個是習和中央高層的人是想不到這件事情的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猜想 那麼因此當他們意識到第二天流出去以後 因為我注意到我的推特下面 大量的水晶前所未有的規模的那種水晶 在大規模的出來洗地 那麼他們意識到這是出了大問題 所以他們是在大量的洗地 甚至於連平時貌視中立的好像說話 也是比較那個客觀的那些人 就是所謂的自媒體上的有些人 也在那幫著洗地 幫著那個什麼 所以在推特上的推友認為說這一次可好了 就是把那些平時看著好像還挺有民主 自由傾向的那些人 可能就是他們的真實身份就開始暴露了 這就是我想的就是他們中央其實是不知道的 如果他們要殺雞給猴看 我覺得因為這些鏡頭在國內是不允許流傳的 儘管現在在微信群裡面 大家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在流傳 我們看到的鏡頭都是在海外的 而習近平當場做的事情 台下的人看得清楚 台上的人看得更清楚 所以他殺雞給猴看 他不需要用影片 他只需要他自己做那樣的動作 他就可以達到這個警告 就是警告在場的所有人 讓他們不得妄議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並不是 是屬於他們對現代世界的高科技的這個 技術到什麼程度他們心裡是沒底的 所以這是我的想法 第二就是說這件事情的出現 可以說是表明 就是他們的這種就是無底線的流氓手段 我一直說他們是流氓手段 並不是罵他們 因為我2018年的那個就修憲的那個整個過程 我已經知道他們就是在玩流氓的手段了 他們玩過一次他們已經沒有機會了 而現在這個事情 當發生這種突發情況的時候 習近平甚至於連他自己的面子都不顧 他就可以直接的露出他的本色來 就是我想幹什麼我就能幹什麼 至於什麼文明什麼禮貌什麼尊重 在他的眼裡一切都不在話下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本性的 這個充分的表露 和這個黨內的人際關係的這種真實的本質 是充分的表露 這個東西我覺得它是把他們之前的所有光環 所有假面積 所有的一切好聽的語言和這種包障 全部都撕掉了 讓大家看到了這個真實的陰謀 但是我注意到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是這麼看最問題的 就是我稍微多說一點點 首先就是講中共這個黨章的修改 大家知道幾乎每一屆 就每隔五年修一下 每隔五年修一下 那麼這次修就是按照修黨章本身來講 大家好像覺得見怪不怪了 是吧 反正你那個東西也不是一個固定的 你想怎麼修就怎麼修了 但是我注意到的問題在哪裡呢 倒不在於它的兩個維護 和兩個確率的本身 我注意到是它這種修黨章 它其實和歷次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修黨章 是有本質的不同的 而它這一修呢 它就把它修成了一個從一個貌似的一個政黨 變成了一個幫派 它就真的就變成了一個黑幫老大 就是那麼我為什麼這樣說這個話 就是大家看就是改革開放以後 我綠了一下就是中共修黨章當中 就是事關重大的黨章修改 它都是這樣的 比方說這1982年黨章 確立了現在中共一直到20大黨章的基本框架 那麼1982年修黨章它取掉了什麼呢 它取掉了就是清除掉了文革的極左的各種痕跡 它增加了一些內容 而這些內容它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訓 因為大家知道已經經過了80年81年的那個 就是4000人大會 對毛澤東的一些晚年錯誤 已經做了一些親旅 所以它在這邊它增加到的就是說 民主集中制它強調了 它強調了就是反對個人崇拜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民主集中制的那個 第二章吧 第六條它叫黨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然後它這裡面還講到了那個什麼 就是它強調了黨員沒有任何特殊利益 同時它還講到了什麼問題呢 它講到了就是說這個就是任期制的問題 儘管它沒有就明確說這個終身制的任期反對 但是它是這麼講的 它在黨章第38條就是講到各級黨的組織 無論什麼人的職務 它按照規定到了這個時候你就必須下去 那民主這個實際上它沒有明確的講說反對終身制 但事實上它是明確講所有的 就是無論是誰 選舉產生的還是任命的 你到了那個就是超出任期範圍 所以你就不可以再連任 這個話是有的不是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就82年的黨章 實際上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訓的 而這些東西到現在為止 你看他習近平這次修黨章 他都沒敢動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是全黨完全接受了毫無意義的東西 第二個呢我們可以看到86年的修黨章 86年的修黨章 黨的十三大 他修的是什麼呢 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和確立了黨在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這樣他才能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以後 他究竟要幹什麼 然後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十四大的黨章 他修改的是什麼呢 把鄧小平理論放進去 他就確立了就是說他改革開放 究竟拿什麼樣的自己的一種理論來指導自己 那麼這是那個第十四大的 好 在我們看再後面一個 就是那個十六大黨章的修改 我覺得是非同小可的修改 這裡面的修改是什麼 實際上他就把是之前的那個 就是共產黨是以革命造反起架的 而在十六大黨章的修改 他明確的共產黨現在是個執政黨 那麼第二個呢 他明確的就是這個黨 他是要採取開放性的體制的 所以他才會寫到什麼中華民族的 全國人民的先鋒隊 本來只有說共產黨 叫公認階級的先鋒隊 他在黨員的入黨條件當中 他寫到了就是說 吸收這個新社會階層的優秀分子入黨 先進分子入黨 這些都寫進去 那麼證明什麼呢 就前面的所有這些黨章的修改 他都是為著這個黨未來怎麼辦 事業怎麼發展 這個黨本身怎麼來適應這個形勢的需要 就是這個國家發展的需要 它來進行修黨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之前的這些修黨章 它就不存在一個黨內的 不同利益之間的這個講價 講條件 就是說你同意我修什麼進去 我就可以讓你在哪個方面讓一步 這就不存在這個情況 前面的這些修黨章 它其實都是說 把那個就是全黨大家沒有意義的 而且確實大家是比較心服可服的東西 放進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說 那個誰啊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鄧小平的理論 他是在鄧小平七八年付出以後 一直到92年才寫進黨章去的 14年過去了 那麼到江澤民那個是到2002年 16大報告才把三個代表寫進去 即便就是到了胡錦濤的 我覺得好像是在2012年 還是在2007年以後 才把它寫進去的 那麼因此這些東西是大家認可了的 而這次的修改黨章 我倒不在於它的那個什麼所謂 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 新時代的理論 本來這個就不存在理論 它是硬拼湊的一個東西 而我看中了它的這個四個意識 兩個維護 它其實完全把政黨倒退為 我們用這個黨的社會主義政黨 剛看到道歐主義政黨まず考慮 會在黨的社會主義 Smallberg民 講 kale rats 具體性 什麼命之That's what it is 裡面分析 你 dong aqui 他就說 從來都是強調的這點 而且從來強調都是集體領導 但他現在要把這個就是四個自信 四個意識和兩個維護血淨經理 你可以看到這一次的修改黨中 這一部分為誰而修改 為個人修改黨章 為個人修改黨章 所以把一個人突出到全黨之上的位置上 所以我原來就說 當你全黨圍著一個人站 全9000萬人圍著一個人站的時候 他就不存在政黨 政黨本來是內部是共同合作來共同推進事業 這才叫同治關係 這才叫黨內的那個黨員的權利平等 他只有工作上的這個上下級關係 他沒有人生依附的關係 但是當你看到全黨圍著一個核心轉 換句話講 全黨9000萬人他要依附於這個人 聽從這個人指揮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而且他把這個就是兩個維護 寫到了黨員義務的第二條 是吧 這個我因為是前面聽了軍事的自媒體 他來分析的 他詳細的講了一下這個 那麼他把它寫到黨員義務上 就是說每一個黨員都必須來維護這個核心 都必須來看齊 像有看齊意識 核心意識這些 其實就是每個黨員必須扶足和聽從和依附他 那你想這還是政黨嘛 所以我說這一次的修改黨 是為個人而修改 而且他把這個中國共產黨事實上 從黨章上取消了 他已經不是政黨 他就是一個黑幫老大了 他就成了一個幫派組織 因為只有在幫派裡面才有下面的小樓樓 下面的馬仔 為老大的馬首是瞻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修改黨 其實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宣告終結了 他不是黨黨 他只是頂著黨的名義的一個幫派 我覺得就是這樣 確實是 因為人性和黨性的這個矛盾衝突 在黨內始終是存在的 可以這麼講 他一直要求就是要提倡人的黨性 那個泯滅人性 剛才明老師一說 我就想起來2016年的時候 那個任志強他當時對於那個央視性黨 是絕對忠誠 請你檢驗 然後任志強表示不同意見 他寫了一篇東西 結果那好 有些人就是他們千龍網登的一些文章 還有一些就批他 批任志強說你是黨性泯滅人性 就是人性泯滅人性 人性蒼狂 你看這個官司啊 坦算來講一下子 他們就本能的就是把黨性和人性的絕對對立 就是完全對立的一個性質拿出來 他說是黨性泯滅人性蒼狂 而人性是無法被完全扼殺的 它可以被黨性遏制 但是它不可能被黨性完全扼殺 畢竟每個人還是人 就是人性是人的那個正常的一種就是說 我們講說那種本能的一種心理和本能的一種期望和要求 它確實是這樣 你如果不把人當人 你硬要把它當成工具 那麼就是拿黨性來要求它 但是人自己作為一個人 它會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意識到自己的需求 因此這個在黨內 你用壓抑那個人性的方式 把所有人變成工具 我覺得這是有一定效果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效 因此就是還有人性 還有良知的人 他一定會要起來 以各種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 和進行黨內的某種反抗 所以我認為未來 這個中國共產黨黨內的矛盾和黨內的這種分析 它不會減少 它只能就是增加 大概就是這樣 我覺得社會反抗 但是你知道中國共產黨 它這個統治大陸 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把它揭開來 跟大家去討論 其實它用的是什麼呢 它認為是政治正確的語言 首先就把大家封住了嘴 它一直不是強調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嗎 它認為資本主義是帶來苦難的 是罪惡的 社會主義是光明的 是崇高的 是正確的 但其實社會主義是什麼 它算在講 就是它在那個黨章上堅持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 習近平一直講 包括鄧小平也講 就說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 如果沒有黨的領導 就沒有社會主義 那麼翻過頭來 我們可以這麼理解 當一個國家 如果真是人民的國家 人民自己是國家的權力的主人的話 它當然就會有不同的黨派 不同的呼聲 不同的共同的來討論 怎麼來執掌國家權力 但是一旦講到堅持黨的領導 那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 就是一黨專政 一黨組長政權 它是排斥人民群眾 排斥其它黨派參與執掌領導權 你可以當政治花瓶 但是你不可以實質性的控制國家權力 所以我們講它對人民的這種控制 首先這是第一條 因為一黨專政 國家繼續在它手裡 第二條 社會主義的公有制 它現在不是又要去搞那個什麼 農村的供銷社 什麼又要搞那個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嗎 公有制白了講是什麼 用國家的暴力機器 你不可以實質地去佔有盡可能多的資源 並且把每個人的生存都卡在他們的手裡邊 然後工作 政府給你安排 過去就是這樣吧 然後你的收入 政府來拿一個政策 拿一個什麼東西就可以來剝奪你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在那麼多的企業 怎麼講 就是民營企業吧 你做小的時候 它可以不管你 你一旦做大一點 地方政府 政府的那些個黨員官員 它就要來剝奪你 是不是 然後再做大一點 那你就想吧 前兩年 我們中國的那個 就是互聯網的那些大佬 那就是習近平直接就是一拳 就可以砸掉一個行業嘛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一旦講公有制 其實它就是在消滅民間的人們的一種 經濟權利 所以它是用這種方式來卡住每個人的脖子 讓每個人都知道離開了共產黨它沒活路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下它才能維持它的統治 所以這個共產黨和人民的這種矛盾衝突它是必然存在的 我倒是同意《華爾街日報》的這個就是觀察的 因為我也把他們那個七個常委 除了習近平以外的這個六個人就是看了一下 看一下我就發現了 其實它這裡面大概你看李強 丁歇祥 包括那個李希 還有包括那個蔡奇 是吧 他們幾乎都從當秘書出身的 然後他們離開了那個秘書崗位得到提拔了以後 他們做黨務工作的為多 或者當這個市長和市委書記的 就是我們能夠從公開資料看到它是從它市長市委書記 然後到省議院組織部長到什麼之類的上去的 你看不到一個人他是做實際經濟工作的 我當時還沒有從這個就是他們清市場 還是那個還是對市場不清的這個角度去想問題 我看了他們的這幾個人的履歷以後 我當時吃了一斤 因為你知道這個在大陸的人 其實知道大陸的經濟現在到了什麼狀況了 因此不管是什麼樣的人上來組常委組班子 他將來首先就面對著或者將他現在就在面對 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上的各種各樣的難題 其實剛才明老師講了很多這個中國的這個群體事件 你知道最近的群體事件和什麼有關係嗎 他就和銀行爆雷 銀行就是那個資金就是他集資了以後 他現在拿不出錢來人都已經跑了 銀行也不在了 然後這個一棟就是幾百萬的民眾的存款存在裡邊 然後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房地產 他們那個房地產公司的這個爆雷 房地產不能交貨 然後這樣也是要先牽涉到成百上千的這個 就是民眾的那樣 所以而這些個群體事件 其實都是和經濟發展當中的重大問題連在一起的 這些問題其實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兩個了 所以這個班子他沒有能力解決這些眼前的 火燒眉毛的破綻眉急的這些重大經濟問題的話 他後面這個怎麼來運行這個國家 我難以想像這幾個秘書出身的人 沒有一個就是教育當中學習過經濟理論 我是不相信他們這個當官以後的什麼研究生學歷的 因為我要看的是他的第一學歷 那麼但是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的 所以我在我很懷疑未來這個 他們這個班子怎麼去處理中國的這個經濟問題 所以他還不能從意識形態上講他是輕還是反思上 首先就是講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這個國家的經濟你總得發展吧 你總得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轉吧 這些人怎麼辦 我現在就在等著看他們後面怎麼辦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我原來就感覺它就是這樣 只要在這兩國的基本制度 大家各自堅持各自的基本制度 堅持各自的基本的價值觀 它一定是衝突的 無論你就是說那個就是過去 曾經中共的領導人希望和美國的這個關係 表面上有所緩和 但只是利用而已 它並不是一個就是真正的能夠融入到現代世界的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當初那個鄧小平 他們是願意進入世界的 也願意美國來幫助中國來發展經濟 提供科技的交流 以及幫助中國培養人才的 那個時候呢 主要是希望把中國做大 就是把中國的那個貧困落後啊 就是改變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只要是你 美國願意跟中國友好 我們這個東西 特別想把中國的那個捍獄 林鄭雄 因為他也不想把這個貧困落 ratings 看看他 如果美國的這個貧困 香港的貧困 又不是很容易 叫 lavor probabil 也不是很容易 幫助美國的貧困 或者美國的貧困 對抑制 而且他還可以拿到 所以他還可以拿到 讓我們有一些心理 然後才有可能有機會成為世界工廠 但是一旦中國和美國交惡的話 那麼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外資的 因為中國政治環境改變以後他們就會撤出 所以這種狀況 我覺得在習近平的腦子裡邊 他是不會改變的 可以講是那個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 他們對國際大的局勢和世界的趨勢的認識 要比習近平要清醒的多 而習近平是並不了解當代世界的真正的大趨勢 和國際整個全球成了一個大市場 全球也成了一個地球村 各個國家之間彼此的互相依賴 或者講互相依靠或者互通的合作 這個是現代經濟的一個客觀的東西 如果你自己要把自己也從裡邊扒拉出去的話 你要想關起門來 過自己的小日子 過到最後的結果就是朝鮮化的那種貧困 因為他是不可能真正有經濟發展的 而這種衝突的狀態我覺得是習近平已經在做這個思想準備了 因為他的意識形態上他在國內已經在開始宣傳 重新宣傳就是仇恨美國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他在那個經濟上 他已經開始在做了什麼雙循環 這個就是糧食要自己製作了 什麼中國人吃中國人自己的糧食了 就是自己生產糧食了什麼的 這類的東西 其實他還有一個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種 對中國的誤解就是說他認為14億人 就是好歹是個大市場 我有這麼多人 我自己那個生產 自己消費不行嗎 你要有消費能力 你必須是中國的中產階級 要能夠成為社會的這種就是經濟消費的一個主體 而中國的貧困人口 按李克強講的那個就是6億人 每個月的月收入不到1000塊錢 是吧 那麼你就可以看到這種狀況下它是無法消費的 何況三年的這個就是我們講新冠肺炎和這個清零政策 民眾已經拿出自己的所有積蓄來支撐了自己的生活三年 因為這個社會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那個應戰 它是不正常的動不動它就癱瘓 那麼這樣的話 已經把民眾口袋裡的那個積蓄 消耗的差不多了 而且原來的中國的中產階級 它是建立在中國經濟會 像原來那樣的那個就是說繁榮發展的 所以他們干預買房啊 然後干預那個房貸啊 就是那個他們覺得自己的工作是穩定的 收入也是高的 那麼我改善我自己的生活 銀行又可以借錢給我 我當然可以每個月 拿了工資每個月還貸 但是現在的狀況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企業倒閉了 是吧 那個大量的裁員了中產階層 剛剛起來的中產階層 現在已經迅速的下降到了 那個維持自己生存的那種溫飽階層了 更不要說原來溫飽階層的人 已經又重新回到貧困狀態了 你怎麼去刺激這個經濟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14億人 其實絕大部分是沒有消費能力的人 這個國內的經濟怎麼去進行自我的 那個雙循環 刺激自足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它坐在辦公室裡 可以這麼想想 你只要真正到民間社會走一圈 你就知道這個是完全空想 真的做不到這一點 真的 對 是我的觀點 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說中國這個國家從歷史上講 它是一個帝制幾千年的政治傳統 而那個帝制就好講大一統 那麼因此它一直有一個 就是從中共的幾代領導人 它都有一個要統一這個國家 把台灣給解放了 它是這麼一個政治目標 那麼其實在習近平上來以後 不多久 就2012年以後 我記得當時黨內的有一個老人 就是跟習近平談過 就說你看毛澤東把中國站起來了 就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說那個鄧小平把高改開放的 讓中國人民富起來了 說那你現在如果要想輕始流民 那兩件事情可以做 你可以做成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 你或許就是輕始流民了 你就可以跟毛鄧一樣的流民 那麼哪兩件事情呢 一件事情就是說 鄧小平搞市場經濟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但是顯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平衡 如果你沒有政治的相應改革 你的經濟發展未來是會受到很大的障礙的 那麼因此一個就是說要麼你就推動 整個中國的這個政治轉型 走向憲政民主 另外一點就是說要麼你就去解放台灣 就是他們講的這個統一國家 你實現這個中國的大一統 那你也可以輕始流民啊 這兩件事情就是說 那它必然它有一件事情是要做的 當然我們當時就是說 這個傳聞並不是一個人跟我講 而是幾個老人他們分別都談過這個問題 就是中國社會發展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 它說哪幾件事情還必須要完成必須要做的事 正好到了習近平你上了台以後你該做什麼東西 改變了一個新聞的律師 就是他教育裡面的歷史 就是自己的主義 爆發性的問題 這件事情你和你還持續到 你要穩定的一個民族 如果中共如果制造和民主的民族 就是這個民族的民族的話 我們就叫做這個民族的意思 就是這個民族的國際 這個民族的民族就是這個民族的民族 所以如果有一個民族的民族是這個民族的民族 這次的報告他也很清楚 他儘管前面說了很多好話 但後面他叫他絕不放棄 就是用武力來統一國家的可能性 他不承諾他就說不用武力 而這個武力去統一臺灣 這是中國共產黨多少年來 他也沒有放棄 這是一個底線 他就說一旦如果你們要想獨立出去也好 那我們要維護國家統一 我一定要打這一仗 所以我覺得這一仗是 這就是我的想法 再補充一個情況就是說 這個兩年中國的經濟是很差 但我有一天在國內的一些網路上的 它是很大重的 看到幾行字當時我心裡吃一斤 我不是個經濟學的學者 我也不是軍事領域的人 那你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 討論就是戰爭能不能刺激經濟 如果戰爭能刺激經濟或許他打一仗 他也能夠把中國的經濟刺激起來 所以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打仗不見的就是真的完全是消耗財產 說不定他還可以刺激經濟創造一些什麼 諸如此類的財富 就創造一些GDP 所以我當時看到國內在網絡上有這些討論 但是我來不及細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不是不懂經濟 我也不懂軍事 所以我只是把這個說出來 我覺得這會不會是另外一種思路 來看待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和武統台灣的一個理由呢 我這個我不敢講 我只是把這個情況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去討論這個問題 是否有這樣的思路 我覺得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這種戰爭它的那個方式 不一定僅僅是集中在軍事上 是 你說我現在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台灣內部可能就是 它的那個中共的這個滲透 信息戰 心理戰 輿論戰 它搞宣傳它是一個非常的 就是得心應手 就是中共這個就謊言欺騙 這個叫攪亂人心 這種事情它是幹得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他們來講 它做這些東西的手法是很熟練的 而台灣和美國一樣 這是我的感覺 一個民主國家它總是一個開放社會 它開放社會它對各種聲音它的容忍度 寬容度就比較高 而往往在像這個極權統治的國家 它是絕對封閉的 它不允許你出現不同的聲音 但是它又利用那個民主國家的這種開放聲音 開放社會的特點 它就把它自己的聲音 把它自己的各種謊言 各種真真假假的東西 都弄到裡面去攪亂人心 我覺得這個其實像這一類的戰爭 它不是僅僅是在軍事戰場上 它其實如果人心散了 你那個戰爭 就軍事戰場上的戰爭也是很難打下去的 如果真的是台灣內部的人心散了 那美國作為一個其它國家 它也沒法幫你 真的就是說拿它的槍桿子到台灣島上 來跟中共直接的對抗 然後拿槍桿子來 把台灣的那個就是政府再扶持起來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 我個人倒是覺得 台灣島內的社會民眾和政府 真的要團結一心 看清楚要有警惕性 就是中共的這種輿論戰 就是心理戰 這種信息戰 我覺得這些都要看 因為前些年我們已經看到了 在台灣那個土地上 它居然就中共的黨旗 國旗唱什麼歌什麼之類的 在台灣到處都可以唱 都可以沒有人去管 但是你想想翻過頭來講 說你把國民黨的歌拿到這邊來唱 你把台灣的那個什麼什麼 政府的席 把蔡英文總統的那個 像拿到中國來舉 然後你來開遊戲你試試看 絕對不讓你幹 立馬就把你抓起來 但是我們講所以在大陸內部 它是鐵板一塊 它絕對封鎖外部消息 但是它自己 它又把各種各樣的謊言滲透到台灣 而台灣人 我自己覺得 他們有時候可能對這個方面的 中共打心理戰 打輿論戰打 就攪亂人心這點 可能一個就是不是特別熟悉 第二個就是可能警惕性 所以我倒是想說這一點 就是戰爭的那個軍事上的東西 我不了解 像明老師他對這個整個 就是我們叫做地緣政治 國際政治 他是非常非常的那個專家 所以我覺得我是說不出來 但是對他們中共的那個 就是宣傳的那些個東西 就是他的宣傳手法 我覺得我還是有一點點的了解的 大概是這樣 當時比較同意這位朋友的這個想法 因為當這個中國共產黨實際上 如果他要是當初在堅持 一點一點的往前走 堅持百革 堅持讓自己也進步的話 他有可能就是擺脫某種困境 有可能獲得他自己 新的這個政治上的空間 和他生存的這個活力 但是現在習近平把這一切 都已經堵住了 而那他又會 還是陪著這個黨的這個名義的這個旗幟 將來如果說習近平他要一直要做下去 而他的災難性的決策 把整個國家和拖到一個深淵當中去 最後這個國家有可能就是一個硬着陸 硬着陸就是說最後所有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是習近平要承擔責任 但是同時中國共產黨也就被他贓訴了 本來現在中國共產黨在他這次修改黨章 或者講是那個就是強行驅趕那個就是胡錦濤 離開而全黨都不敢說話的情況下 這個中國共產黨其實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但到那個時候呢 我覺得可能中國到未來的政治清算 和某種清算程度上的話 那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都要被遭到清算的 我覺得是這樣 任志強的兒子跟任志強的工作和企業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他為了要把任志強給搞倒 他就是要迫使任志強低頭 所以抓了任志強同時也抓他的兒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會拿你的家人來要挾你 這個是所有人都覺得難以過這一關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那個恐怖 不僅僅是本人有問題 而且他們也會擔心家人的這個安全 所以這種狀況下是很難講 會不會有這種明的公開的想在形成黨內的反對派 我覺得是相當相當難的 他其實在黨內實行了一個做法 那個做法就是說 讓你自己乖乖地把你的小辮子交給這個紀檢委和組織部門 然後他想整理的時候 他就拿著你交給我的這個小辮子 我來捏著你 我不想整理我就可以放你一碼 這是什麼東西呢 可能我要稍微做兩句解釋 就中共黨內一直講說 這個促以上幹部每年要申報財產 反腐敗在全球有一個通行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官員財產公開透明 對 全社會來監督 而中國共產黨一直拒絕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在黨內要求促以上的幹部 把你的所有財產所有的收入 包括你的什麼家族的公司啊 那個企業啊 什麼股票啊 什麼投資啊 什麼基金啊之類的 你每年都有一個申報 黨要申報 黨也不會把這個東西真的讓社會來監督 他不 他是捏在手裡邊 然後我曾經問過這個組織系統的人 我說你們這樣做合適嗎 應該像人民申報的 你們不申報 你們現在捏著這個東西 我能相信說你們組織系統 紀檢委系統的人 不會錯於個人的目的和利益 去把這個材料拋出去整別人嗎 然後他們當時為了減少我的這個困難 特別跟我講了一句話 你放心 說我們的這些 他們申報上來我們也不看 說我們就把它當一個材料 就放在這個袋子裡邊 只有到什麼呢 一個就是你要提拔了 還有一個就是說別人來舉報 你有問題了 我們才會打開來 你看 那麼當這個話是給我這麼講的 但實際上我都認為是什麼呢 如果他要想整你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因為他有一句話他講說 你必須對黨絕對老實 如果你不老實的話呢 那我就拿著這個你申報不實 我就可以整你 而且他這種就是說 你老實是不是老實的那個就申報了 他不可能把幾百萬的幹部 全部個個都查到 因此他實行的是抽查 這種抽查呢 又是你不知道 有沒有抽到 你誰都不知道 是不是抽到你查了 那麼因此 每個人都害怕被抽查到 自己隱瞞了沒報 對黨不老實 所以每個人乖乖地把這個交給他 那麼因此這樣一來 就在黨內造成了一種莫名的恐怖 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有小辫子啊 抓在那個組織手裡邊啊 所以你敢說一句不好聽的話 和反對意見不可能 因為你只要一說他就可以把你的材料 帶著打開啊 因此呢這種做法就造成了全黨的這種恐怖 我不這麼看 其實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五月份的那個音訊 我確實在那個地方講了的 第一句話就是當務之急是換人 因為你要知道你要想換字 首先得打開僵局 只要席在台上 這個僵局是打不開的 因此你只有把席先挪下去 然後才有可能改變這個僵局 所以換人只是第一步 其實我那段音訊當中還有第二段 第一段是二十分鐘是講換人 然後第二段的音訊是九分多鐘吧 就是講制度必須拋棄 改革開放以後到現在 黨內的這個狀況啊 大致可以分成三類 就目前來看 一類就是改革派 最早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趙紫陽和胡耀邦 他們是站在人民一邊 改革不是為了救黨 而是為了走向中國現代文明 但是鄧小平呢 他推動中國的改革呢 他是覺得這個黨 照原樣不能維持統治了 他兩個地方突出了這幾句 一個就是80年的四千人大會 就毛澤東的這個歷史地位的評價 和毛澤東思想怎麼看 鄧小平擋住了 全黨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反思下去 因此這就到了89年的時候 鄧小平開槍 所以我們講到鄧小平改革有功 開槍有罪 一派就是無奈派 這是黨內的絕大多數 因為改革派大家知道 這一脈一直都在延續 就像包括任志強 但是無奈派呢 大家過去不太注意的 這個實際上呢 用現在還有一個話講呢 叫沉默的大多數 在黨內 我把這無奈派現在分成是兩大塊 一塊就是官 比方說省長 省委書記 然後市長 市委書記 然後部長 也副部長 這類人 然後另外一類的無奈派是什麼呢 是寮 這個寮呢 就是指在中央機關 和地方省市機關裡邊 幹活的人 政府裡的人 他是要大量的工作的人 那因為這兩派呢 他是被裹挾著走的 哪邊的力量大 他就可能就跟著哪邊走 專一派呢 我把它分兩類 哪兩類呢 一類就是那個習家軍 這就是在我們在大陸的很多人議論的滋江新軍 就是指他在浙江的時候啊 他帶出來的一批人 對他在浙江執政 有些人是從那個福建帶到浙江 他起家是從福建開始的起步 所以福建的一批 浙江的一批 上海還有一部分 就是我們講專英派 就是他的習家班底 他自己帶的一批人 還有就是清華的同學幫 這就是他的這一部分 這些人呢是一類 還有一類專英派是什麼呢 這一類的人不是習家的老班底 但他又想專到那個習家軍的行列當中去 比方說李鴻忠 比方說陳全國 真正的鐵桿專英派 大概也就10% 就不得了了 我倒不一定同意這個說法 其實胡遜 胡遜幫趙紫陽以後 黨內仍然是有很多改革的 努力在推這個黨往前走的人 我可以這麼說吧 就是地方上有一批的官員 在努力的在探索他當地的一些改革的東西 比方說一個吧 就浙江的那個義烏的小商品市場 那麼就得益於什麼呢 當時在義烏的那個縣委書記 再比方我們講說深圳 所以我覺得他實際上是後來在這個90年代的時候啊 他是一直在往前推進的 這個問題實際上它不是人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要講到是這個黨內的體制問題 毛澤東也是沒人能制約他 因為黨內沒有制度 後來鄧小平講 因此要強調黨的制度建設 但是呢 實際上你的制度啊 它有個根本的東西就是權力結構 當權力是高度集權的時候 你只改那種技術性的局部的操作的那種制度 沒有用 你不把整個權力真正按照民主的方向去分權制衡 你是沒有辦法解決他的 所以到了習的時候 他就可以很輕易的來拿著這個權力 就國家權力和黨的權力都控制在他 一個人手裡說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他 我覺得現在體制內換習 照正常的這個程序去做 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上次再講到說 我說如果你們前常委 是吧 前政治局委員 加你現常委 現政治局委員 你們能不能為這個民主的前途著想 坐下來開個會 少數服從多數做個表決 請習下去 我說實際上按照常規的那個做法來講 是不可能的 但是中國在走到現在這個階段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國際環境和國內 都是複雜多變的一個環境 並是什麼樣的突發因素 突發事件 誰都很難講 所以我覺得將來有可能就是在 充滿著偶然性 或許在一個偶然的突發事件 或者偶然的一個導火線 一下子就把局面給炸開 是不是就突然的它就能下去 誰也說不好 政黨這個概念 它就變成了一個神聖不可置疑的東西 只有你一說到中國共產黨這個黨 就變成了偉大光榮正確 沒有人可以質疑它 那麼因此我們講像這樣的一個硬殼 它禁錮著人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思考和探討 因此我覺得這個外殼必須要把它打掉 破除它的天然政治正確 我覺得要把這個東西打掉 我們才可以真正去談 中國現在這個狀況 我們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我們可以怎麼解決它 我講另外的主黨是指什麼呢 是指當社會在發生那個大的政治轉型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這個神聖的外殼 一旦被打破 那麼無疑它就把黨內的一批立志於改革的 和在思想上傾向於希望國家好 希望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這些 我們講無奈派釋放出來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的 就不再是概念談問題 而真正是打破這個外殼以後 黨內這些願意國家往前走的人 他才能夠有發揮他們作用的這個空間和機會 變革和改革這個詞啊 其實我是對體制的思考而提的 中國的政治轉型 其實轉型的是一個根本制度的變革 體制的變革 那麼我們講過去為什麼講它是改革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那個時期啊 他在49年以後建立的共產黨領導 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這麼一個領導國家建設的 這麼一個體制 到了文革的時候他再也支撐不下去了 所以當他們把江青啊 張春橋 姚文元這些人就是掃除以後 馬上就要提出一套新的 與毛澤東的那個思路不一樣的思路 然後才能夠使這個黨來維持政權 78年到89年這個十年 其實是中國的由極權政體 逐漸的走向威權 但是我們講了 鄧小平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他的局限性就在於他要救黨 他要挽救這個政權 所以當你到89的時候 真要提出來民主政治 真要提出來這個選舉的時候 他不幹了 然後到了90年代呢 我們講江上台了以後 他頭三年在幹什麼呀 頭三年在那搞反和平演變 他按照這個極左的思路 在繼續的抵抗 抵抗整個這個國家發展的民主潮流 和整個世界的這種民主政治 往前推進的一個浪潮 他是抵抗的 但是鄧小平比他看得遠 鄧小平知道 你照著原來這個思路走 這個政權是維持不下去的 因此他到南方去視察 講這個發展市場經濟 因為按照江澤民那個和平 反和平演變走下去 把鄧小平那個十年全部都推翻了 那麼鄧小平何以在歷史上 還能有自己的一筆 我們講到90年代 如果你說他是2.0的這個極權主義版 他說2.0的極權主義 和那個威權主義的因素 是交織在一起的 那你還可以講改革 因此他尤其在三個代表思想提的時候 他實際上是想把中國 推向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要提變革 就是因為在2012年 習上來以後 他把整個這個黨的一個 搖搖白白的往前走 還能夠改革的這個方向 整個一個倒轉 退回極權主義 而他退回的這個極權主義 和90年代的極權主義 和那個毛時期的極權主義 有一個特別大的不同 不同在高科技 就是我們講的信息化 大數級的監控 他可以做到精準的監控 每一個人 他可以24小時 全方位的立體的 全天候的來監控 極權三點 我們在前幾年 其實在大陸的學者當中 就是我們有一個 比較小的一個團隊吧 就我們內部啊 三觀是一致的 但是那個分歧還是很大 那麼有一部分學者認為 我們現在已經是後極權時代 他看到的就說社會已經有了 比方都在開放啊 人們已經知道 不再像過去那麼封閉啊 公民社會也在生長啊 但是另外一種觀點呢 包括我本人在內 我傾向的這個觀點呢 是我們不是後極權時代 我們是從威權時代 退回到精緻的極權時代 這種精緻的新極權時代 它超過了歷史上的毛澤東時期 在他的野蠻和兇殘這個程度上 他不亞於希特勒 甚至於他比希特勒更要兇殘 我把它歸納為幾個特點 一個特點就是高科技的 全天候的立體型的監控 全黨全社會 第二個就是 他在黨內採用的強力打壓 把黨內的不同意見 因為這個體制 從五十年代的極權體制 到八十年代威權的 這個逐漸的有所鬆動 到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 他給了黨內幹部很大的 一個空間是什麼 你就可以貪污啊 那麼因此這樣的一個體制下 所有的幹部都不乾淨 當你要發出不同意見的時候 他就說你有貪腐啊 所以他在黨內 把黨內的不同意見 用這種方式來清洗掉 還有一種方式 就是規矩兩個字 他認為你犯了規矩 你就有了彌天大罪 他認為你這個事情做的 在制度上不允許的 但是他認為 合黨內的規矩的 那你就成了有功之成 因此用規矩和用反腐敗 他就可以把黨內的所有人壓倒 那麼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他黨內的反對力量沒有辦法來職業他 這就是極權統治的第二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就是在民間社會 過去我們知道就是中國的那個法律制度是不健全的 習在十八屆四中全會講說這個黨要依法治國 大量的制定法令 對不對呢 表面看是對的吧 但實際上他把這個法令拿在手裡幹什麼 拿在手裡當鎮壓人民的工具 還有一條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黨他是一個壟斷國家資源的黨 所以他可以掐所有人的脖子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看到比方說洗妝人 大家都知道的 大學老師吧 然後我開除了你以後 沒有一個地方敢聘用你當高校老師 再比方說就是他現在對很多就退休的老人也是這樣 他就只要你有不同意見嗎 我剝奪你的養老金啊 取消你的養老退休待遇 現在老人有這麼一大塊的人 他不能講話 他把所有人的脖子都卡住了 包括這次的內蒙 大量的蒙族的幹部 他們也站出來就是要保衛自己民族的語言 這個本來是應該的正當的人 但是他可以講 如果你不把孩子送到學校裡來 那你就開除你的公職 還有一條 我過去以為啊 你不在體制內吃飯不就行了嗎 你在體制外當你的企業家 不對 他現在就說 他可以用那個就是階級鬥爭的語言講說 你民企業家就是民資本家 那資本家你剝削是不是有罪啊 那我國家就是在政治上就要歧視你 然後我就可以用各種各樣的這種東西來打壓你 所以我想講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制度 你不要指望他在內在可以改革 他是不可能改革的 因此這個制度必須是變革 整個的拋棄這個制度 就是等於如果要用解放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來講的話 要是全黨的黨內的九千萬黨員獲得解放 要是14億人不被這個黨綁架 獲得解放必須是拋棄這個制度 自憲主體應該是14億中國人民 但是這個自憲怎麼能夠實現 其實是個很艱難的一個過程 他的這個艱難在哪裡啊 我的感覺就是他需要我們拋棄 我們原有的這種思維方式 什麼思維方式呢 讓我自己覺得就是我們現在啊 就在體制內的改革力量 被體制打壓 被習殘酷的打壓 但是呢他還不能獲得 就是體制外的一些改革 和希望中國往前走的一些人的理解 他認為你只要是體制內的 你只要是共產黨的人 你肯定都是有罪的 實際上呢這種打壓 它變成了一個什麼 叫左和右都在打壓 希望能夠推進國家往前走的 那麼這種思維必須要改變 要防止以中共思維反中共 那麼我們能不能把這種思維突破掉 把所有的力量能夠聯合起來 我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啊 你就看蘇聯吧 前蘇聯戈爾巴喬夫啊 他推動了整個黨內的變革 然後這個蘇共這個黨呢 他最後在人們的唾棄身當中 我印象特別深的這一點 走出克林伯林宮的大樓 人們都在唾棄這個黨 然後這個黨最後殘存下來多少人呢 就殘存下來極少數的那些個老人們 他們還留戀蘇聯共產黨 而它已經不成其後了 是吧 那麼因此我們講 就是中國共產黨它不可能 在將來的這個當中 再成為一個佔主導型的這個黨 但社會的精英和黨內的精英 會不會聯合起來 形成各種新的政治力量 來共同的來推動國家往前走呢 我覺得是可能的 這個呢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覺得它是這樣的 就是說很多人 他把這個問題要看到局部的 他不會看到這個更 你反腐敗對不對呢 對 但是你沒有想 為什麼會有這些貪官 為什麼打掉一批貪官 又來一批貪官 制度的更換 才是真正比人民的這種 就是安居樂業的一個根本保障 這個在底層社會 他是想不到的 這是第一條 這是我們講的這個精英啊 所謂講的社會精英 他承擔的更多的責任在這兒 我們講精英和社會的大眾自分 其實在這點精英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他有更多的義務 他必須要去做這個事情 那麼第二點呢 在哪裡呢 坦率的講 中國社會幾千年的皇權政治的社會 崇拜權力的心態 權力不受制約是根本的 他不考慮 他考慮的是哪個人好和不好 西方社會政治學當中有一個 有一個概念叫斯德哥爾摩心理 被虐待的那個就是環境當中 剛剛有點好轉 你就感謝他 感謝那個虐待你的人 他這種斯德哥爾摩的這種心理啊 他其實他是沒有改變過 因為他根深蒂固的權力崇拜 根深蒂固的專制政治 他已經形成了一種社會的一種很深厚的文化形態 這種文化形態和西方社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是不恐懼權力的 權力是我要監督和制約你的 這個問題其實我跟你講 我講一段那個故事給你聽 薄熙來在重慶胡作非為 把那個重慶的很著名的一個民營企業家打死了 後來我們把他的女兒請過來 到內蒙 跟當時的內蒙的那些民營企業家的那個商會啊 然後我們來討論就是說 當政治權力胡作非為的時候 我們企業家能夠怎麼辦 是去推動國家的政治改革呢 還是逆來勝受呢 是吧 你知道我跟你說 我們原來期待的 或者是我們以為的 企業家說我們抱攤取難 我們聯合起來推動國家政治改革往前走 結果呢你知道他們企業家怎麼講 他們企業家再講 我們一個人的力量都不過他們 那我只能就是說保自己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實際上啊 就是說這個社會本身的一種政治意識的萌發和生長 是需要有一個過程的 並不等於你收入達到了中產階層 你就自然的就會成為一個社會中間力量所需有的那個思想素質和政治素質 它仍然有一個社會生長的過程 它仍然有一個社會生長的過程 當什麼時候內部高壓壓制 殘酷的壓制不同意見的時候 它就完全喪失了糾錯能力 那麼它就變成一個名副歧視的政治殭屍 那麼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一個政治殭屍 因為它完全沒有能量來職業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那麼我所代表的 或者講說和我有共同的想法的人 就是希望改變這種狀況 並不是去為了挽救這個黨 而是使得這個國家能夠走出這個僵局 使得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能夠不斷的往前走 這點特別重要 所以如果你要說是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大家都有這個共同願望 我認可 但是你要說說我能代表大家 我覺得我做不到 因為我只能談到我自己的一些想法